菲律賓南部一間天主教堂發生的兩宗炸彈襲擊 目前已造成27人喪生、77人受傷 菲律賓政府在一份聲明當中承諾會繼續對襲擊者的追捕 說直到每一個兇手都受到正義的審判並入獄為止 聲明又說這些殘忍的少使者不會得到任何仁慈對待 第一宗炸彈襲擊發生在菲律賓蘇陸省的和諾鎮一間天主教堂的尼薩上 第二宗爆炸發生在教堂的停車場裏 當時很多政府人員正因為第一宗爆炸趕到現場 死者當中包括軍隊和平民 還未有組織對今次的襲擊宣稱負責 菲律賓人口當中大多數信奉天主教 而和諾鎮是一個以穆斯林為主體的地區 襲擊發生的幾天前 該地區剛剛通過了自治公投 絕債多數的和諾鎮居民投了贊成票 不過蘇陸省的選民就拒絕了自治公投 但仍然會成為該新地區的一部分 蘇陸省是伊斯蘭武裝組織阿布塞爾夫的總部 這個組織曾經因為多宗致命的炸彈襲擊而受到批評